大家好 我是科技 kkk 今天这期教程 我们来回来一下 为什么有的人在我的博客里面 有的人为什么进入不了我的博客 以及 我在视频分享栏里面分享的一些链接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sd.kjkk.eu.org 这个链接的话是我通过自己的 域名搭建了一个 多短 网址的链接 但是他因为前面套用了 之前有一些 软件里面因为套用了我主博客的域名的话 会会导致你们跳转的时候 他就会 跟那个防火枪 博客的那个防火枪进行 检测 如果你来自特定 IP的话 比如说是来自中国大陆IP 来自 博客的Flyer的IP 或者是来自 我们 频道里面部署的 VLESS的IP的话 会通通被 拦截 好 这有些人可能 过去不到那个 下载工具 新生怨念 在我的频道里面疯狂的给我按倒战 你看 疯狂的按倒战 真的是 好吧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按倒战 那我也成全你们 从下一个视频开始 我所有频道 我频道里面只会放一个链接 那就是跳转我博客的详细版的文字叫车 虽然你们进不了我博客 那也就别想运 对这种黑粉 我靠 反正你进不了博客 那你就想办法 你去 看看办法吧 好 我们先来讲解一下 如何通过 Flyer的这个免费的防火枪 来拦截这些 来拦截 那些不想 你不想让他们访问的IP 好 我们来到cloud flyer这里 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域名 不管你是博客也好 网站也好 你肯定要有一个你属于你自己的域名 但这个pp.eoa的话 我们有教程可以是可以0元免费获得的 但这个sbs的话 这个就是我也出了一期教程 我们用10元人民币购买的 然后这个k.kkk.eu.orp 这个 这个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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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这个域名也是是能够免费 获取的 而且它是永久的 不像这些啊 这些都是其他的这个域名都是要续期的 他是永久 免费的 不用许起的 好 我博客现在目前所用的域名是这个kjkk.top 那我们选中这个域名 选中了域名以后我们来到 左侧 左侧这个安全性这边点一下 安全性点一下 你就能看到 这边有安全事件 但是现在因为 因为你们没有绑定过任何的那个 防火墙设置的话 它是不会显示的 那我们就需要点击第二个WAF这里点一下 点完WAF以后 我们来到这个界面 它针对免费使用 免费用户的话 它可以创建五个 规则 它可以创建五个规则 我现在在创建规则的话 应该是创建不了了的 我五个规则都已经创建满了 好 你们现在能看到我创建了五个规则 第一个规则就是来自谷歌 谷歌AS 谷歌的IP 所有来自谷歌的IP 都会被跳过 也就是他访问 谷歌的IP访问我的博客室 直接就是能够访问的 就没有你们访问的时候 他要先经过防火墙的检测 不会转圈圈绕绕绕 然后 接下来看到第二项 也就是阻止中国流量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我给你们解释一下 点进去以后 我们就来到这个具体的界面 然后它可以设置什么 它可以设置 这里第一边字段这边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ASN 也就是字字预号 这个可比拦截IP段 它就是拦截IP段的 一个ASN下面有很多的IP 它直接就能拦截IP段 然后再再比ASN更厉害的就是来自国家 说 国家选中 这边第二个选择等于第三个选择 看哪中国的话 所有来自中国的全部被 屏蔽 选择来自美国的话 所有来自美国的全部被屏蔽 然后最后面就有选择是end或者 那你假如是 你要屏蔽来自中国的 并且 或者这个流量是来自ASN4812的 或者来自45102的 这个都不是不是需要同时满足的话 你就选择 然后你 你需要同时满足的话 需要同时满足的话 比如说我想要拦截来自美国的流量 并且ASN等于4812的话 那这边就选择美国 然后这边就需要选择end 然后他就需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话 这下方采取的措施 选择阻止的话 那防火墙保存了以后 防火墙就会阻止 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边 采取的措施这里啊 这边有五项啊 最严厉的就是这个阻止 选择完阻止以后 防火墙那边就会显示 你的网页已经被屏蔽 那我给给你们看一下啊 好这个状态就是被阻止来 也就是你已经被拉黑 那我自己的ip 我现在我现在本地网络 我自己也进不了ip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啊 拖管咨询和这个js咨询啊 拖管咨询就是 就是你们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 他会让你转圈圈 转转转转转到一个地方 然后他会跟你说 让你点一下识别你是否是真人 让你点一下那个地方 然后他就点完以后 打完对购以后他再转一下 就能直接跳转进去了 也就是他会自动识别你是不是 是不是机器上什么的 就是机器油量什么 他都能识别的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选 选择这个第三个js咨询是怎么回事 这个js咨询就是你这个 打开这个网页以后 他会自动比如说我啊 我现在 现在给你们演示一下啊 那换过ip了啊 他是全局模式了 那现在这种状况就是 js咨询他就是不会说让你去 主动确认的他他 防火墙自动识别 你这个ip是不是那个 来自特定地区的黑名单 然后假如不是进入黑名单的话 他就会自动帮你跳转 是黑名单的话他就会在这个时候 也把你给拦截了 然后这个过程的话最多只有5秒 只会耽误大家5秒钟的时间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 现在我一定要屏蔽掉这些人 已经下定决心了 然后下面我们选择这个跳过 下面这个跳过 也就是所有来自谷歌的流量 我都选择直接跳过 因为因为我想让他 我想让我的博客网页 被谷歌浏览器抓取 所以我选择来自所有谷歌的as 人的话都选择跳过 他就自动没就是我们进 我们其他人进这个网页的 我进这个博客的话 他会转圈圈 谷歌进的话 他是不会转圈圈 他直接就跳转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交互自询 这个交互自询也就是 你们遇见过有一些网站 他会有一些那个谷歌验证 就特别特别那个 让你点来点去 点来什么 选中这个图片里面 九宫阁里面的所有带有 运动 运动场场的场所的地方 比如说所有小汽车 选中所有小汽车的那个图片 这个东西的话 你假如那个操作不好的话 能被跟他给弄懵逼了 就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就很恶心 这个一般我们不开的 然后 这个就是我现在已经 又设置了 今天我又设置了 又把所有的那个 Valance部署的 那个AS 又全部加进去了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 我建议你们所有人 建自己的网站或者博客都去 不管你想不想 进行IP过滤或者想进行IP记录的话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 WF里面 创建一个 创建一个这个选项啊 就是也是那个JS咨询 然后但是他里面的话 你就你就所有的 所有的这边自断 你就选择州啊 就把所有的州也就是非洲 大洋州 亚洲 欧洲 北美洲 南极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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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七大州的 全部设置一遍 然后都用OR 不要用AND 用AND 就要同时满足了 OR就是只要满足一个的话 他就会进行JS咨询 进行JS咨询以后 这个事件这里的话 他就会自动记录来访者的那个地区 以及来访者的IP地址 以及来访者是通过什么东西的 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就能看到 他是通过网页的 还是通过 还是能够看到他这个来访者是通过 爬虫 爬虫 爬虫机器人进来的也也能看到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啊 可以看一个谷歌的爬虫机器人好了 那比如说这就啊 你看这个就是来自谷歌的爬虫机器 好看完那个爬虫 讲完防火墙规则以后 我们再来讲讲解一下 这边的分析和日志这里 这边的分析和日志里面 你都能看到你的流量请求是来自哪些地区 你看这个流量请求 我这个博客的流量请求 第一大地区是来自美国 第二大地区是来自中国 第三大地区来自香港 第四大地区是来自新加坡 然后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到 如果访问你这个 访问你这个博客的话 他是 已经帮我们阻止了86,000次的访问 也就是 全部就是恶意访问或者是 来自 中国大陆IP或者来自那些特定的 ASNIP都会被阻止的话 都会计算到这个 然后我们再可以看一下这个安全性 这边的话他就能看到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网络爬虫或者自动程序 来访问过你这个域名 点一下这个概数 概数这边的话就能看到你网站的 这个网 域名网站的每天的流量情况 可以选择7天的 30天的 24小时的都有 这些功能都是免费的 这些功能都是免费的 这个防火墙这边是免 免费的啊 当然也可以升级它 那我觉得对于目前来说 我觉得这个普通 普通就要付费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这个免费计划已经够用了 免费计划是创建三个页面规则和五个防火墙规则 假如是要付费的话 他就可以创建20个防火墙规则 商业计划的话就可以 创建100个防火墙规则 然后这边还有比如说这个自动程序这边 假如你的网站感受到了攻击的话 那你就把这个打开 都会自动检测 都会自动检测 有一些攻击的话 他检测到了 CF的话 他所谓这么大的一个网络公司 他假如检测到的是恶意攻击的话 他就会帮你进行评评 这边像这个DDoS部署都可以使用的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WAF 防火墙拦截规则 今天这个视频就讲解到这边 大家有自己域名 想进行防火墙设置的话 就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去设置 主要就是这边创建规则 然后选择这边名称设定一下 然后这边就选择你是要拦截刚才说的那个 ASN就是IP段国家大洲 你想具体拦截某一个IP 那就选择这个IP原地址等于多少主IP 可以拦截了 其他的我还使用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IP原地址 然后就是国家和这个ASN 今天这个这期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设置一下 还有之前那个中奖的那个中奖的用户 赶紧联系我一下啊 在电报群里面联系我一下 就是在电报群里面联系我一下 有什么? 然后呢? 去越南人说